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约伯记三十七章十四到二十四节 约伯啊,你要留心听 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 神如何吩咐这些 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 云彩如何浮跃空中 那知识全辈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 南风是地极境 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 你岂能与神同铺穷仓吗? 这穷仓坚硬如同筑成的镜子 我们愚昧不能沉说 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 人岂可说 我愿与他说话 岂有人自愿灭亡吗? 现在有云遮蔽 人不得见穷仓的光亮 但风吹过天又发晴 金光出于北方 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 论到全能者 我们不能测夺 他大有能力 有公平和大义 必不苦待人 所以人敬畏他 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 他都不顾念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来看十二月二十号的QT 这段经文是约伯记三十七章 十四到二十四节 我们先来默想这段经文 以利富要约伯留心听他说的话 要站立思想上帝奇妙的事 他问约伯上帝如何下命令 如何使闪电在云层中闪耀 上帝的奇妙作为 如何可以使密云可以浮在空中 当大地因着南方的沙漠 吹来的南风而激进的时候 约伯的衣服是如何会热起来的 这些大自然的现象与运作 答案当然都不是约伯他所知道的 以利富继续问约伯 他能够跟上帝同扑云天吗 还能使他坚硬如发亮的铜镜吗 古人对天宫的认定 就是有一个坚硬的壳照一样 而透过现在天文的观测 让我们看到宇宙的浩瀚广大 更远远的不是人力所能做什么的 人在广阔的宇宙中是何等的渺小 以利富说请约伯教导他们该如何对上帝说话 他们愚昧不晓得该怎样陈述 在以利富的认知中 哪有人敢对上帝说 他想要跟上帝说话 那是一件难以想象可怕的事情 难道有人自愿灭亡吗 因为这正是约伯一直在反复强调的 他想要跟上帝当面的对峙 对以利富来说 约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的是什么 以利富说 人不能看见云后的强光 唯有经风一吹天才晴朗 金色的光辉来自北方 在上帝的周围有可怕的威严 上帝全能者是人不能测度的 人是没有办法到达他那的 他大有能力与公平 又满有公义 他必不苦待人 因此人人都应该敬畏他 上帝不看顾那些 心中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以利富强调上帝的伟大 远远的超过人的认知 以今天人类的科技而言 也许我们对于云雨 闪电打雷等自然现象的行程 可以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但也不代表我们可以自由的创造 或是控制这些 重点是上帝跟人的差别 是难以估量的 人不要以为想要跟上帝说话 就可以跟上帝说话 那是一种自大无知 人要敬畏上帝 相信他有绝对的能力 可以施行公平和公义 而且他不会欺压 也不会苦待人 从这段经文 我们事实上可以归纳出一个原则 那就是上帝的至高跟全能 是人远远不能及的 人只能敬畏信靠 不要至高 以上就是这段经文的默想 帝兄姐妹平安 通过前面的经文的默想 跟归纳的原则 我们来看 今天的QT提醒我们 神的百姓要常常的思想 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差异 圣经上虽然告诉我们 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主耶稣也说我们是他的朋友 但我们千万不要因此就认为 好像自己可以跟上帝平起平坐 在那边高抬自己 要知道那是上帝的怜悯 主的慈爱接纳我们 愿意让我们这些被造之物 能够亲近他 可是造物主和被造之物 本质上的差异并没有改变 他的全能至高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圣经上有强调在诗篇103篇那边说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另外一处在以赛亚书40章的经文也说 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 又如天平上的围城 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为之物 这些都是强调上帝的全能至高 对神的认识需要全面和平衡 不要只抓住神的慈爱跟怜悯 神也是自大威严可畏的 这样才不会失去对上帝的敬畏 当然在上帝的爱中 我们不需要活在恐惧当中 但那个关键是对神的信靠和顺服 保罗在罗马书讲到以色列人得救的奥秘的时候 就提醒我们神绝对的主权 在罗马书11章那边说 不错他们因为不信 所以被折下来 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 保罗强调说 你不可自高 反要惧怕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知子 也必不爱惜你 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 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 像你是有恩慈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 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教导我们 在约翰福音14章那边讲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这些经文事实上都提醒我们 要活在上帝的慈爱和恩慈当中 就是要信靠和顺服神的话语 而当我们活在上帝的爱当中 默想神的伟大 就不是恐惧战惊 而是赞叹敬畏 就好像保罗一样 他在罗马书11章最后 他称颂神说 身灾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跡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倚靠他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阿们 对于上帝的慈爱 和对上帝的敬畏称颂 这两者完全不会冲突 反而当我们越明白上帝的至高跟全能 九月会对十字架上主为我们舍己的牺牲 那份尝阔高深的爱 有更深的体会和感恩 会更加的珍惜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 愿意认真的跟随主耶稣 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 你是何等的伟大至高 你思念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 但是主你却仍然愿意 让我们可以来亲近你 认识你 让我们可以活在你的慈爱跟恩慈当中 主啊 让我们更多的来默想你的伟大 来称颂你的名 主啊 在这当中我们也更加的明白 十字架上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主啊 我们是被你用何等的重架 乃是主耶稣 你自己的生命所买赎回来的 让我们更是愿意 主啊 能够全心的来跟从你 来顺服你的话语 谢谢主 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